大家好我是蒜摩人 今天為大家介紹的是next save style系列 Omega Mode Outer X 奧米加獸 Outer X 首先看到這輸送箱就知道 PP網路限定魂商店 不過還好台灣有代理 所以入手難度或價格也不會太誇張 但是它定價本身就有點高 它是6930日元 以這個小尺寸來講 我覺得定價還稍微高了一點點 跟之前奧米加獸當然系出同源 都是來自兩大經典的數碼寶貝 就是暴龍獸跟加魯魯 不過之前奧米加獸 它是由戰鬥暴龍獸 以及金屬加魯魯獸融合而成 這一次的Omega Mode Outer X 則是由電光暴龍獸 以及眼月加魯魯獸 所融合而成 當然這個換湯不換藥 反正這種變形或是雅種 是要多少有多少 但是你可以把它當成 它也是另外一個奧米加獸的升級版 造型還是非常非常帥的 尤其它的武器裝備 以及一些細節都更加華麗 我們先把它打開來 看看這一次到底做得怎麼樣 首先內容其實也是很單純很簡單 基本上就是一個說明書以及 超然用的地台 本體再加上一把劍一把砲 以及它的披風 但是跟之前奧米超市有什麼不同 我們就直接把它打開來看看吧 打開之後 它主要裝備就這一些 其中它的所有的細節要需要 自己把它安裝起來 包含它的加魯魯的部分 是一把劍 直接從這邊插進去就可以了 以及這個嘴炮的部分 同樣也是一個 凸起的卡榫 直接把它插到嘴巴裡面 像這樣就可以掛上去 那至於說它披風的部分 則是後面這邊有一個洞 不過這邊稍微有點緊 裝的時候就 小心慢慢把它插到底 像這樣就算是安裝完成了 武器組裝完畢之後 我們先做一下尺寸的對比 它頭頂高大概10公分左右 這樣頭上的腳大概就有11.5公分 跟同系列的奧米加獸 或者紅蓮騎士獸 尺寸都在伯仲之間 那這個系列特色 當然就是它所謂Q版SD 所以如果跟Figurized Sender那種 修長帥氣華麗的造型比起來 它其實是比較肥短的 但是呢就是這種 短短肥肥的這種造型 特別的緊湊 而且呢 造型也是非常非常可愛 蒙死人不償命 所以儘管我對Next Day Style系列 其實還有很多意見 比如說它是關節緊實度 或是結構等等 做的可以再更精緻一點 但是呢這種Q版造型 每次都拒絕不了 所以我還是都會收 好那這一次的奧米加獸 Alter X 其實跟奧米加獸 我在沒有看到實體之前 我一直以為它有些部分兼用 那事實上當然也有啦 包括像它腰部零件跟 它的手臂零件的上半部 這邊看起來好像也是有一些兼用 但是如果你從頭到腳 每一個零件去檢視的話 你會發現說 這一次基本上它是全新開模 甚至連包含它的披風 那不只是它的皺褶完全不同 包含它上面的細節 甚至它的破損程度等等 都可以看出 這一次的Alter X 在細節上有更細緻的表現 而且像是它頭部的造型 如果仔細看它的 像這個 腳的旁邊這邊 都還有一些比較銳利的一些線條 嘴巴的造型等等 細緻度銳利度 甚至連眼神裡面的線條 看起來都更加的複雜 那以及像胸口這部分 看起來也是更加的壯壽 那原本這個金屬藍的線條 這一次則改成了紅色的細節 包含它的保持的部分 甚至是小細節等等 這旁邊有一些 金色像爪子的塗裝 以及像它寬部也是做的比較大 爪子也是做的更大 並且連下面這邊都有做了金色的塗裝等等 那甚至像它的大腿 看起來好像很像 事實上這邊也是有多了一個轉折 以及中間這邊也是有些細緻的刻線等等 那當然最大的差異呢 就是它的左手右手 就是兩大經典的 數碼寶貝 就是 暴龍獸 以及 加魯魯獸 所組成 那不過呢 這一次呢 它在 這兩個 這個 數碼寶貝的表現方式 就有所不同 那當然它造型上 就如同前面所提到 是線條更加的複雜更加華麗 但是最大的差別在於說呢 你會發現說 這個 這個右手的砲 左手的劍 這一次呢 左右互換 那事實上呢 像是 歐明嘉壽 X-Count 它也是 左邊是劍 右邊是砲 但這一次呢 則變成 左邊是砲 右邊是劍 這兩個整個倒轉過來 那當然細緻度我覺得是設計的更加的精細 比如說呢 像這一次 它的砲 從原本這種 圓形的砲管 變成 方形的砲管 而且感覺尺寸也是更長 另外呢 像它的劍的部分呢 則是從原本這種單刃劍 包含像是上面有很多的 這個細緻的這些刻紋等等 變成 是兩個劍刃 變成像這樣子 有一點是 就像一個叉子的造型 等等這些細節 仔細去比對 都會發現說呢 確實 這一次的 Ultra X 跟歐明嘉壽比起來 它確實是可以 算是某一種程度的進化 包含像這個肩膀的 勇氣之盾 它也是 變成六角形 同時呢 旁邊有六個尖刺等等 這 塗裝細節表現 等等 我覺得個人是 相當的欣賞了 所以呢 喜歡 奧米嘉壽的朋友 我覺得一隻不嫌多 兩隻當然是 也不嫌少 那當然就一次 全部都收 那最好是呢 連這個 奧米嘉壽 XCOM體版 也可以再出一下 那三個就剛剛好了 那也期待它之後 可以再繼續推出 那接下來我們就 簡單看一下它的 可動關節的設計 其實這個系列 可動關節 也沒什麼好期待 就非常非常簡單 上下呢 就簡單球體 關節 往前往後 左右旋轉 側擺 就 非常非常簡單 但是呢 這邊有一個比較有趣的設計 就是它眼睛 眼神的部分 是可以互換的 就可以 稍微換一下 調整一下它的眼睛的位置 使用方式就是 前後這樣旋轉 有點像BB戰士那樣的設計 那這個眼神 是看向它的 這是左邊 右邊 右邊 那以及呢 它的 這個肩膀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 小小的引出式的關節 可以拉開到這個程度 那前後的旋轉 那肩膀這個勇氣之度的部分 是球體關節 但這個緊實度 我覺得都算偏鬆 那不然手舉起來 是可以到 差不多 90度的水準 以及呢 單關節的 這個 手腕的關節 不過呢 這個手肘關節 這邊呢 就會被它的這些尖刺等等的結構所卡到啦 所以呢 它的可動度雖然有設計一些細節 可是呢 它在 表現力上面還是相當欠缺的 不然它的 頭部這邊也是 感覺應該是球體關節吧 拔下來看看 沒有錯是球體關節 所以這邊也是有 稍微一點點調整的空間 那至於說呢 它的右手部分 這個鍵也是不可動 就直接拆在這裡而已啦 但是呢 它下巴 沒辦法動 上面這邊是球體關節 那另外呢 腰部的部分呢 左腿旋轉 但是呢 它就沒有前後的 或者是側向的調整的空間 就是簡單的左腿旋轉而已 那至於它的 大腿關部的部分呢 往前90度 往後 往後好像沒辦法到90度 因為它是 球關往前 像這樣固定在前面的 所以呢 它往前角度會稍微大一點 但是往後角度就非常小 側向也蠻小的 那它的 膝關節大概可以到90度 而它的腳踝呢 往前往後 側向 左腿旋轉 大概就這樣子 那至於說披風的部分呢 這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插銷 再加上這邊有一個垂直的關節 所以呢 可以往上翻軸的旋轉喔 基本上可動度也沒有什麼好期待的喔 但是呢 我覺得它造型基本上刻畫還算不錯 所以呢 雖然說可動度稍微弱了一點 像要做出很大魄力的動作呢 會稍微比較困難 尤其像它這個 手肘根本都整個卡住喔 但是呢 造型帥就已經贏了一半喔 尤其呢這一次的 武器 它的細節又更加的華麗 所以呢跟之前 然後你加速比起來我覺得這個 性能的程度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啦 雖然說這個系列 我覺得價格上還是偏高 但是呢 對於喜愛 數碼寶貝朋友來講 我覺得還是可以收一下 那最後簡單講一下 因為呢最近幾年你會發現說 數碼寶貝遊戲王等等 突然成為 版帶新的搖錢術 那當然這個就是世代差異啦 因為像我們那個年代都是看機器人動畫 但是呢 2000年前後很多小朋友當時都是看數碼寶貝遊戲王等等喔 所以你會發現說 版帶最近就慢慢把重心放到了數碼寶貝跟遊戲王 包含像 這種可動玩具甚至呢組裝模型等等喔 而且它裡面的角色真的是要多少有多少 譬如說光是一個 奧米加獸就有很多很多的版本喔 這個也是 一個出不完的前坑系列喔 但是呢 一樣啊就是你只要做得好我都會收啦 出不好才是個大問題 那就期待這個系列還可以接下來 帶給我們更多的驚喜跟有趣的角色 那今天就為大家介紹到這邊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